独时以名至日 知古可见经 大家好 我是刀刀 山西诺敏案之后 田文静算是交上了好运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连升三级当上了河南巡抚 他决心成为朝野挣夸的民巡抚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残酷 他刚一上任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就在开封城外 躺着的那条千年黄河 就足以让他寝食难安了 前面几任巡抚都栽在他的手里 眼看又到了桃花迅 田文静心里的紧张是一言难尽 他拼了命也要保住大地 让这个桃花迅平安过去 可要想平安杜逊 没有一百几十万两银子是办不下来的 一想自食甚高的田文静 不得不屈尊向涅斯衙门借钱 东奔西跑好几天 累得是七死八活 总算是筹集到了几十万两银子救急 他把这个过程跟乌斯道一讲 却引来了对方的一同长效 看着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如此的放肆 田文静忍无可忍 他把书案用力一拍勃然正色 你狂什么 你以为你是李卫介绍的 我就不敢开销了你 你要想安生在我这做事 和那几位先生一样 我是一礼相待 每月二十五两仇银 我一个也不少你的吗 田文静口中的先生 是他请的四位有名的韶心师爷 每人每年不过三百两仇银 可这个吴先生 除了帮自己 出了封诺民翻阔的主意 平日里无非就是替自己向皇上写写奏职 其他的时间不是游山玩水 就是春酒富人而已 就这样他一年的酬劳 就顶其他先生二十多倍 田文静一想起这事就恼火 我这池子就这么深 别说 别说八千两一年 五千两我也是没有的 我是个穷官 清官 也不打算当副官做个赃官 乌斯道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上下锻炼了一下田文静 手里拿着田文静打的欠条冷冷的提醒他 我不是讨债 我是讨工钱 去年的牧筹 你还欠了我两千两 今年上半年的牧筹该付四千 你却只给了两千 现在上半年要过去了 眼看着黄河就要发大水 弄不好欠我四千两的牧筹 就要跟大水一起泡汤了 你叫我喝黄泥汤啊 乌斯道的话句句刺耳 却又让人无法反驳 田文静无奈摆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要钱没有 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乌斯道多多逼人 没有这么大的糖 就不要养这么多的鱼嘛 总之 我的钱你得给 田文静忍无可忍 终于爆发了 他早就想开销了乌斯道 几番顾虑乌斯道是李渭推荐来的 而李渭又是皇上身边的塔红人 他不大敢得罪李渭 可今时今刻不同了 几十万开封百姓家园受到威胁 在这个用钱的节骨眼上 你吴先生却不明事理胡搅蛮缠 单子一条我就能打发了你 于是大手一挥 罢了罢了罢了 你这条鱼太大了 我养不活了 带他去账房 给他付四千两 然后打付他走人 乌斯道眼前一亮 蹭了蹭椅子上站了起来 迫不及待的和田文静确认 东啊 这可是 你让我走的 乌斯道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以他的精明何尝不知道 田文静眼下的艰难处境 他偏偏挑这个时候讨工钱 莫迪就是要激怒田文静 从而名正言顺的开溜 实现从半饮到全饮的平滑过渡 这是他盘算多年 渴望已久的最终结果 如今莫迪终于要达成了 他的心里也感觉轻松不少 临走之前 他又有些愚心不忍 纵送田文静一句钟言 可疑之力不可收 得之意识 识之意啊 嘿嘿嘿嘿嘿嘿 剧终没有交代 乌斯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从二月和小说原著中 不难看出乌斯道是在提醒田文静 从涅斯雅美借来的这笔钱 实际上是不干净的 田文静治理黄河 需要一百多万两银子 而掌管河南翻课的官员 因为是八爷的人故意推脱 只愿拿出三十九万两银子 田文静一气之下 加上身边几个师爷们出鬼点子 从涅斯雅美的几个人手里 拿了九十多万两银子 可这些银子都是沾血的银子 是盘剥老百姓得来的 将来如果被人翻出来 必定是后患无穷啊 更何况田文静是因为 跟随雍众筹款赈灾才清云直上 官来的太安稳 没有牢固的根基 就容易丢乌纱帽 可惜此时的田文静 却没有领悟乌先生的良苦用心 当乌斯道走出大门的时候 他头也不回的打叫了一声 多成关照了 他的心里有几分不踏实 心想得罪了乌斯道不要紧 可他的身后有李渭 而李渭的身后又站着皇上 自己这么做会不会惹来麻烦呢 但在转念一想 去他的 没有了这傲慢无理的乌瘸子 又得了几十万两银子 他以后想干什么 还不都是一句话的事吗 而乌斯道呢 也懒得再管这些 他拿到了巡抚衙门开的通关文书之后 立即交代 早就收拾好行李的如月 只待一个 马上就走 都这时候了 眼看着天气要黑了 明天走不行吗 得马上走 明儿就来不及了 好吧 来快开 乌斯道从底报中分析出雍正马上 说不定已经到了河南视察河道 甚至半军如半虎的他 可不想被雍正给拉回去 于是在第一时间逃之遥遥 又得了田文静给几千两酬劳 后半生终于不用再依靠谁了 不过田文静就没有 乌斯道这种精准的嗅觉了 严守着河道工程已经全面开工 底包上又说皇上的车架还在山东 他总算是可以暂时松口气了 刚想睡个呼吟叫 却又被一场呼天啸地的金盆大雨给惊醒了 黄河的咆哮令他不安 他翻身上马 在大雨满河中冲向了河道衙门 设在大堤上躲风避雨的小胖子 那些官生家都派人来了吗 没有 你们何道呢 弯弯塔在城里包公府 那里地势低 爬天水正在家搬多东西呢 好个狗娘养的 大雨倾盆 黄水滔天 他居然给自己搬家去了 巡抚大人突然发了这么大的火 可怕棚子里面的人吓坏了 几个民工小伙子看似不妙 连忙给抖把式的跑了出去 只有刚才地查的这位没来得及跑 天文静瞅向他一字一板的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五名 我这就出现牌 由你代理河道 至于那个四品河道汪关茶 给我抄家摘顶子 皇上对下面办事的人 从来都是说声就声 说扁就扁的 今天这一首我也跟皇上学学 田大人 田大人 你 你也太肥要跋扈了 我们都是同僚啊 你现在已经不是倒台 没有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待在家里去听餐吧 我是年大将军网独怪 那我就连年耕摇一起餐 众官员一天要参年耕摇 连忙向田文静求情 田文静勃然大怒 谁敢求情我就参谁 突然棚外一个声音响起 真来求情呢 怎么行啊 田文静还没缓过神来呢 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人 来到了他的跟前 这人他似乎在哪里见过 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就在田文静眯着眼看着这功夫 站在他面前的人说话了 好个八面威风的河南巡抚啊 见了朕也不下跪吗 田文静觉得眼前一亮 朕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拥着皇帝冷冷的看着汪冠茶 你就是那个不在河地上当差 忙着给自己搬家的河道 奴才 奴才家的弟是弟啊 你不是要参他吗 朕现在就给你踢了 有了皇上给的底气 田文静心里踏实多了 然而皇上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来 只是有个人 正想见上一见 谁 吴先生 田文静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坏了 皇上怎么会问到吴瘸子了呢 听皇上这口气 这吴四道还不是个凡人 要不皇上说到他时 为什么只称先生而不说名字呢 田文静强痛了一下口水 来人 四条一道同时去追 一定要把吴先生追回来 雍正一听吴四道走了 心里顿时泛起了失望 登基之初放走了吴四道 确实对他有几分顾忌 可多年了吴四道的低调表现 早已让他放松了戒备 吴四道又常常在大势大飞面前 迷离暗离地帮助自己 帮助朝廷 使得他在无助的时候 常常感叹 身边确实缺少 吴四道这样一个人 这次就像带吴先生入京 却不料吴先生 竟然躲着自己 算了 君臣一场 就成全了他吧 不用追了 追也追不上了 吴四道就这样 得以全身而退 逍遥快活了 可雍正和田文静接下来 还有更多更难的坎儿 在等着他们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